有人因为演唱会跟粉丝吵架的呀 我算是体会到了逗鸟的快乐了 摘掉嘉宾 我好不容易猴子为首歌 你不让我唱 零人下桌 零人怎么能下桌呢 那可是徐良的心意啊 你怎么能让徐良的心意下桌呢 压力大下桌 压力大只有两分钟不到 你还让他下桌 可以不是你下桌 你居然跟可以不是你说 可以不是你这句话 山外下桌 山外怎么能下桌呢 不想听听全场正儿欲聋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吗 横下桌 横下桌是吧 你不想有关系了是吧 棉花堂下桌 不过了行吗 咱不过了 因为一场演唱会时间有限 为了让更多歌迷来有所值 张远开始了关于三巡 让拿首歌下桌的研讨会 本来讨论下桌是为了让别的歌上桌 结果张远确诊湍度 拿首歌都不给下 提拿首都获房 最后直接离了不过了 感谢张远 让我体验了一把负心汗的感觉 张远下桌相识 我和他关系 落小可怜又无助的鸟只能含泪委屈 没事员 你下桌了 可以坐在观众席里唱 实在舍不得 那就来个3.5群吧 把冷门歌都唱一唱 反正粉丝们多的是办法 这么好哭 真的很难不透 反正我是一点都不意外 有张远在的场所 会出现大型斗鸟现场了 老季张新哲来的那两期 更是兄弟几个都在玩它 完全想不到 醒子多年斗鸟的快乐 只能说哀人果然是艺人的玩具 虽然斗嘴已成为每期固定节目 但玩嘴招演是真玩不过 每一次试图反击的后果 都会迎来更大的打击 你一直强调自己的少年感 今天我来了 你还这么想吗 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们都有那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了 你当然是少年了 又不是梅坦 那他现在在哪呢 在别人的婚礼下 讲真 弟弟们还算体贴了 声歌更是直接上手 干了一件我们想干 却没能干的事 把远远衣服扯掉了 让远远瞄脸红 不是后期 这你还给打马 安纳苏的内裤 你可是一点都不给他遮的呀 有什么事 我尊贵的婚言不能看的 劝你识笑点 把母带放出来 张远面对粉丝的阴谋诡计 疑似失去所有力气和手段 我也没捞着好处抢到票 现在只能去武汉厦门的朋友 验证一下到底拿手下桌了